在巴基斯坦,中国的海外利益受损了 敌方的一个细节,前所未有 大家好,我是卢中成 对于巴基斯坦,我们中国人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 作为亲密的朋友,加上战略上的互惠利益 中国在巴基斯坦投入了不少的精力 至少官方层面上,巴基斯坦对中国的态度那是值得肯定的 不然也不会有巴铁的名头 然而,对内治理能力上的问题 却给我们中国海外战略推进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就在日前,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 我们中国海外利益再次直面战火威胁 根据环球时报的消息 在巴基斯坦西南的碧露芝省 有碧露芝分离主义武装分子 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碧露芝解放军 在日前袭击了该省的瓜达尔港 当地守军在经历一个多小时的交手后 才击退了那些武装分子 并击毙了7名袭击人员 从巴基斯坦媒体雷明报的一些消息来看 整体的交手并没有他们官方说的那么轻松 现场画面有过多次爆炸和密集的枪声 整个瓜达尔港安全区也是浓烟滚滚 主要交火地区就在瓜达尔港的港务局大楼 算得上是该地区的核心管理机构所在地 在战事结束之后 碧露芝解放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称对此事件负责 袭击单位是该组织旗下的马基德旅 在袭击中该组织声称 他们袭击的目的就是要捣毁巴基斯坦 在港口的三军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办公室 而袭击目的也初步达成了 还成功打死了4名相关工作人员 关于瓜达尔港的问题或者说整个巴基斯坦秘筑之省的问题 其实我们过去讲过很多次了 对我们中国来说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地位 是我们直接跨过印度洋连接中东地区的关键运输路线 也是我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里的重要港口 我们中国一直想把这条路线做成中巴经济走廊 但是当地的那些武装组织或者说极端组织却始终在暗中制造伤亡和破坏 过往也有很多起针对中国人员遭袭击的事情 当然了如果深度的讲这个问题 耗费的篇幅可能实在太大 我们这次着重讲一点 也就是这次袭击前所未有的一个细节 以往那些组织的袭击活动 要么是搞孔期式的爆炸案或者藏匿武器利用人员渗透搞突然袭击 但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 或者说今年的袭击都开始有所不同了 在1月份他们开始对巴基斯坦的城镇展开袭击 3月份又开始对明确有守军防御的关键机构所在地进行袭击 这意味着那些组织已经初步具备了攻坚能力 并持续在冲突中提升他们这种攻坚能力 说难听点 这种升级在以极端思想为核心 没有工业能力的根据地的武装组织里 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就表明扶持这些武装组织的某些势力 已经不满足小打小闹了 开始正规的输送重要的武器装备和人员战术培训 这种袭击手法上的进步就是铁证 进一步来说吧 那些组织展现出来的罕见能力 表明他们背后有人在极力推动 破坏我们中国的海外利益 我们中国的海外利益已经被他们盯上了 虽然巴基斯坦秘书之地区的地形复杂 但插手其中又对中国充满敌意的敌人 也就那么三四个 最后可能的恐怕就是印度了 大家说是不是呢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下期再聊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